平寧 皮닝這邊呢 尾度比較高嘛 泙田acaksın好山好水 日夜溫差也大 水分也通沛 所以說它所孕育出來的茶 這全台灣最香的茶區 台山的時候 我們平台是沒有說什麼 幽基沒有幽基 靜元茶廠 我們平台提供幽基 就是我們提供幽基的料 甚至想說 沒有來做辦法 所以尤其就是一部分 它對身體健康 對我們的水圓 沒有種農憂 對我們心思上 覺得是健康的水園 我們常常在種植草植的時候 頭會變爬 如果沒有種植草植 頭會變得比較融合 對茶植本身也好 這台泡河 對我們修圓的水圓 台灣的變化很多 草植 草植 你如果靠到很近就大漲了 對你就是說 我們如果沒有種農藥的威 穿山頰 金花都會來 心情是怎樣 如果靠草 是那個想說 那這個草植 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這片又黑了 黑了 黑了就要靠 要靠 就是靠到萬人 心情是沒怎麼過 就是說 要靠自己身體健康 讓你煮好了 我是退休了之後 覺得這個地方 是我們的故鄉 它又是大台北地區的 營用水的水鹽 如果這個茶植的耕作 是有機栽培的話 那這個水鹽可以更乾淨 以前有機的工作非常少 那由慈心基金會來到這個地方 來推廣這個靜岩茶之後 我們農友要做有機就有可能了 因為我們農友不需要煩惱採茶的問題 不需要煩惱做茶的問題 銷售的問題也不用煩惱了 只要把茶園照顧好 這樣子的時候就有很多的農友 他們來加入這樣的行列 因為他們做有機變得簡單了 有機的茶園沒有噴農藥沒有噴除藻劑 在這個地方我們有一種保育類的翡翠樹蛙 它原來就很喜歡在我們有耕作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 我們也增設了很多的水桶 放在茶園旁邊 讓翡翠樹蛙可以安心的在茶園 跟著我們一起成長 做這個茶園 我們也是照顧到其他的生命 就是要做一個小小的水桶 因為他很喜歡在茶園 因為他很喜歡在茶園的水桶 冠刺的部分的話 因為爸爸他畢竟已經做了二三十年了 一切都是以他為主導 他有他的自己的想法跟見解 就沒辦法以新進來的一個 新手的角色上面去介入的 有機其實是可以最知道 整個大自然環境的變化 因為他是沒有太多的化學或外力去介入的 直接的去學習 說我們這個做不來的話 那磁芯它總是可以想出辦法 然後來幫助我們 像我們這樣子 可能回來兩年三年的新茶農來講的話 它是我一個很好的學習典範 因為他們原本是做油機的 那油機的管理跟冠型的管理上面 其實多多少少有些差異性 那這些差異性其實是複製輩他們 所沒辦法理解的 靜圓茶它的精神是在於陪伴 我們陪伴的農友 農友陪伴的這片土地 土地會陪伴我們人類能夠健康 然後跟永續土壤的健康 就你也活得下去 我也有產量 這樣的一個模式 大家能夠在這裡和平共處 茶葉跟其他的農業不一樣 除了茶人管理要好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它的製茶的工藝 非常的講究 因為這樣子我們做了靜圓茶十年 這十年裡面不斷的在技術上面 去努力跟提升 當這杯茶給你的不是口腹之欲而已 它還有附加給你滿滿的能量 靜圓茶被生命 加油打氣 讚 quiera人 Starbucks 月經 ?? lookin 都 這 是 見 橋 martial 雾 尚